二章看到了苏安恒的奏书的时候 不仅是勃然大怒 一个小老百姓居然也敢用这种口气 跟皇帝说话 还说什么 争锋于朱雀门内 问鼎于大明殿前 这不是公然煽动百姓造法吗 二章随即力劝武皇要诛杀苏安恒 姓德朱敬泽和凤阁舍人 桓燕范等人力保苏安恒才免于一死 这年九月 闹得沸沸扬扬的魏元忠案终于尘埃落定 武兆颁下了一道斥令 将魏元忠贬为了高药县位 将张说流放岭南 这个结果当然令二章很不满意 他们的目标是要一举置魏元忠于死地 如今只不过是贬官 那么日后一旦复出 岂不是要找他们算账吗 数日之后 魏元忠启程前往贬锁 东宫官员崔真慎等八人在郊外为他践行 二章抓住着最后的机会 再次诬告 崔真慎等人与魏元忠是同谋造法 武兆命监察御史马怀素审理此案 特意交代说呢 此案证据确凿 随便审一下 马上结案上报 马怀素审问之后 认为是查无实据 武兆大怒 你是不是想包庇谋反之人呢 马怀素面不改色的说 臣不敢包庇谋反者 但是魏元忠以宰相身份贬官 几个同僚出于旧情为他践行 若说这就是谋反 臣不敢定案 陛下手操生杀之饼 欲加之罪 大可胜中毒断 若命臣身理 臣不敢不拒实奏报 武兆是真没有料到 这一个魏元忠的案子 竟然让朝野上下如此的同仇敌忾 把矛头全部对准他宠爱之人 并且还隐隐地指向着他 其实武兆并不是没有办法对付这些不听话的朝着 他只需再启用一两个酷吏式的人物 就足以让这些人是全部的前口 可是问题在于 今日的女皇已经没有那份心力 也没有那份狠劲 在朝堂上重新掀起这么一场腥风血雨 更何况当初是为了篡堂称帝巩固政权 因而不得不杀戮立位 可如今不过是两个小情人在耍脾气 也实在没必要大动干戈 武兆固然是宠着他们 可是他也并不希望因此把自己摆在大多数的朝臣对立面上 那么最后案子不了了之了 除了魏元忠与张叔被贬折流放之外 其他人是一概不予追究的 那么魏元忠一案虽然就此了结 没有给朝廷带来更大的危害 最后也没有牵连到太子李显 可是这却导致了一个所有人都意料不到的结果 这一年的十月 武兆突然带着文武百官离开昌安 又回到了洛阳 这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是什么原因导致武皇不顾病体和旅途颠簸 决意重返武州王朝的大本营呢 拥护礼堂的朝臣们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安和困惑 本来一心盼望武皇能够在长安进行权力交接 正式的还政于礼堂 没想到让二章这么一折腾 武皇与太子朝臣间的关系陡然变得紧张起来 回归礼堂的进程也随之中断 那接下来太子能否顺利继位呢 礼堂能否顺利复国呢 二章还会干出什么出个离谱的事情呢 拥礼派的大臣又将会如何应对呢 这些个问题就像一团迷雾一样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在武皇的纵容和包庇之下 二章的私欲和野心就像春天里那无人修建的藤万一样 在疯狂的滋涨着 回到洛阳之后 他们不仅是变本加厉的贪污受贿 卖官欲绝 而且包揽朝廷的大型土木工程 迎死舞弊上下其手 从中获取的非法所得是不可胜计的 那与此同时 他们的几个兄弟也再度集权升天 原洛阳县令张昌仪升为了上方少监 曾为魏缘中阻挠而魏祸升迁的张昌七出任汴州刺史 还有一个哥哥张同修也升为了司礼少卿 这真可谓是一门贵胜举世无匹 看着这帮仙衣怒马年少轻狂的张氏兄弟 世人的目光无比的复杂 既充满着痛恨和不耻 也饱含着羡慕和嫉妒 是啊 少年得志的确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实嘛 高官险绝 豪宅乡车 忠名鼎时 匪马轻求 纯久美人厌恶声歌 还有每日每夜释放不尽的激情 外加上大把大把挥霍不完的青春 如此种种自然惹人艳羡 然而正所谓天欲福人先以威祸景致 天欲祸人先以威福交致 年轻人未被老天打过威祸的预防针 不知着世路艰辛不懂人生无常 所以一朝富贵便极易产生天之骄子的错觉 从而也会迷失自我 任凭欲望泛滥 因此 弥天大祸也就随之聚来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如今的张氏兄弟们 仿佛就是在一把名叫灾祸的刀子上 舔着一种名叫富贵的蜜 只是年少轻狂的他们何尝想过 这种刀头之蜜 忍得了一时 又岂能忍得了一世呢 其实 洛阳的百姓 就曾经向张昌仪 发出过类似的警告和质问 当时张昌仪在大肆摊会之后 用不义之才 盖了一座美轮美奂的豪宅 其奢华程度远远超越了亲王和公主的府邸 张昌仪为此事得意非凡 有一天早上醒来 可是他发现在这珠奇大门上 被人写了这样的一行字 一日思能做几日落 这个思和死是谐音 落与乐也是谐音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呀 一日死能做几日乐 你随时都会完蛋 你还能快了几天 张昌仪很清楚这句话的意思 然而他读不懂背后的那种 福祸无常的道理 他站在那翻了一会儿白眼 命吓人把这字擦掉了 第二天 这行字又出现了 张昌仪又命人擦掉 可是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同样的字天天出现 写字的人非常执着 似乎是要和张昌仪是好到底 到了第七天 张昌仪支着下巴 在门口站了半天 最后提笔写了四个字 一日一足 那就是一天我就够了 张昌仪的办法果然很奏效 不知道是写字的人厌倦了这场无聊的游戏 还是他终于看透了张氏兄弟这无药可救的卑劣的本性 总之呢 是自从张昌仪给出了这个无知无畏的答案之后 那行字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张昌仪说 快乐一天就够 这是张氏兄弟的心里话吗 当然不是 他们呢 这是在向洛阳百姓和朝中的大臣在示威 我们就是要把这快乐进行到底 有种你们就放马过来 对于这种恃宠善权 并且严重阻碍礼堂复国的张氏兄弟 拥护礼堂的朝臣们当然也不会没办法 这几年来 他们一直在暗中搜集着张氏兄弟贪赃王法的证据 只等着证据确凿之后 对他们发起致命的一击 长安四年七月十二日 张氏兄弟所有犯罪事实 突然全部被曝光 在铁证如山情况之下 武皇只好让有关部门逮捕了张昌仪 张通修张昌基 命左右御史台共同审理 数日之后 朝臣们又发出对张一支和张昌宗的指控 迫于压力 武兆最后不得不同意 对二章立案审查 然而总是有一些软骨头 是照着女皇的质疑行事 18日 司刑政 也就相当于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贾静言 他拿出了一份判决 他说呀 张昌宗抢买别人田地 应罚铜 二十斤 你说也亏这位贾兄想得出来 一起重大的贪污 受费案到他这儿呢 轻描淡写的改成了什么 抢买田地 而且惩罚手段 那轻的连屁都不算 什么二十斤铜 就算两百斤的黄金 那对张氏兄弟来说 也是九牛一毛 何必再说这二十斤的铜 不过女皇嘛 对这个结果那是相当满意 赶紧朱笔这么一挥 可 倒张派大臣 当然不会让二章 就这么逍遥法外 在数日后举行的朝会上 御史大夫李成家 御史中成还言犯 拿出了一份完全不同的判决 张氏兄弟贪污的赃款 共计四千余敏 应该依法将春冠侍郎 张昌宗免职 张昌宗立即跳出来 面对武皇大喊 臣有功于国 所犯不致免贯 此言一出 满朝文武纷纷窃笑 一个靠着床上功夫得宠的家伙 也敢在这大庭广众之下 说什么有功于国 这简直是华天下之大吉 武皇也是有些略显尴尬 他只好把脸转向两个 亲父于二章的宰相 他问 这昌宗是不是有功啊 一代姚伟宗师江湖人称两脚胡的杨再斯 马上抢着说呀 这张昌宗言至神丹 圣公福之效用显著 此乃莫大之功 武昌笑了 武昌要的就是这句话 随后他就赦免张昌宗 让他官复原职 同时呢 也做出适当的妥协 把张昌宇贬为了博望县城 张同修贬为齐山县城 希望以此来平息 岛张派大臣的愤怒 但是开功可没有回头见 岛张派大臣 绝不会就此收手 不久之后 宰相伟安石和石修景 又对张义之提出指控 这两个人可谓是 岛张集团的重量级人物 因为他们不仅是宰相 而且还兼任东宫的 左庶子和右庶子 属于是拥护礼堂的核心力量 他们一出手 事态顿时 有扩大升级的倾向 武昌赶到这苗头不对 干脆搬下了一纸诏书 把伟安石贬为了 简孝扬州长使 命石修景出任幽州都督 兼安东都护 岛张派大臣 接连发动好几波的攻势 最后只是除掉 二张的两只手臂 而自己反倒丧失两缘大将 实在是得不偿失 然而 只要李唐一天没有复国 只要二张 仍然在帝国政治舞台上 呼风唤雨 拥护礼堂的大臣们就不能停止战斗 唐修景临行之前 特意和太子李显进行了一番密谈 最后他目光凝重的对太子说了一句话 说二张 赤宠不沉 必将为乱 殿下一辈子 毫无疑问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雍礼派大臣 与二张的博弈 必将会 越艳越厉 长安四年冬天 八十岁的女皇武照 病适时日渐沉重 一连数月躺在长生殿里 没有上朝 宰相们都没机会和他照明 只有张一支 张长宗兄弟 是日夜陪在他的身边 女皇 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 宰相崔玄伟 他觉得 在这个微妙的时刻 让这两兄弟隔绝内外 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于是他上走五皇说呀 太子与相王仁厚孝顺 足可在陛下身边时 侍奉汤药 恭敬大事 非比寻常 不宜让皇家以外的人出入 五皇回答是 你的后裔朕心领了 然后就没了下文了 在这些日子里 二章他们神经也是时刻紧绷着 他们知道 女皇要是一旦撒手西去 他们必将大火临头 于是 二章一边悉心的侍奉着五皇 一边也与亲父他们的朝臣 在暗中联络 相互引为奥援 准备随时应付突发事件 那么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雍李派大臣是再次出手了 这一次 他们不再纠缠于贪当王法问题 而是下了重手 派人在洛阳的街市坊间 到处的散发张帖匿名的传单 写着六个大字 一只兄弟 谋反 每天都有人将此事上奏无荒 可是老太太 硬是装耳背 礼都不礼 眼看着传单不能奏效 雍李派大臣急了 终于呀 使出了一记狠招来 在这一年12月20日 突然有许州人杨元寺 他举报说 张昌宗曾经召见术士李洪泰 占卜看相 李洪泰说张昌宗有天子之相 并声称 只要他在定州建造佛寺 就可得到天下人拥待 那么这次的指控 可远非匿名传单可比 不但有人出面举报 而且性质非常严重 五皇也再也忽不了了 只好命奉阁侍郎伟成庆 司行卿崔神庆 御史忠臣宋景 组成联合调查组会神此案 女皇虽然已经是疯竹残年 重病在身 可是他的心思依然很精明 他挑的这三个主审官 有两个是亲父而张的 伟成庆和崔神庆 装模作样的审了一下 马上就得出结论 他们说张昌宗共称啊 李洪泰说的那段话 不久前就已经禀明陛下了 依照法律呢 自首是可以免罪 至于李洪泰这个人 纯属妖言惑众 应该是立即逮捕法办 可是宋景是紧追不放 上桌说 张昌宗已经受到陛下极大荣宠 还招数事看相 他居心何在呢 李洪泰说占卜得出 纯钱卦乃天子之卦 张昌宗既然知其为妖言 为何当时不将他绑来交送于衙门呢 纵然他自己说已经禀明陛下 可终归是包藏祸心 依法当初是斩抄架 请将他收押并且彻底追查 老太太又装起了耳背 不回话了 可是宋景不依不饶 再次上纵 他说呀 若不立即收押 恐怕会动摇民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